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家庭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家庭是我们牢固的依靠 温馨和睦的家庭 让我们感到温暖幸福 矛盾不断的家庭 让我们感到冰凉冷清 家庭的和睦与否 幸福与否 和家人和自己息息相关 也许你发现了一个心酸的现象 总是期待家里人能理解自己 但是回家之后 听到的全是责备 真心想去理解家人 但是一开口 却表达了另外一个意思 还有一些家人 对外人毕恭毕敬 对亲近的人 却有恃无口 我们总以为 一个家庭要发生悲剧 是因为遇到了第三者 是没有金钱和物质 真相却是 共情力弄丢了 导致无法其心 从而和家和万事兴的规律 背道而驰 没有共情力是家庭最大的伤害 男人们推杯换盏的时候 会说一句带着调侃的祝福语 财色双收 当然 放下酒杯之后 我们便不以为然 因为这样的祝福难以实现 甚至和生活规律不相符合 小说里的西门庆 却真正如愿以偿了 她不仅有妻子 还有很多小妾 只要是她喜欢的人 都会喜欢她 并且她做生意有一套 赚钱也容易 依靠身边的狐朋狗友 西门庆还围观了 表面上的客套 让西门庆洋洋得意 直到爱妾李贫儿病逝 她才发现 身边的女人并不理解她 还处处算计她 妻子吴月娘看到李贫儿过世 丝毫也没有悲伤 按理说她要主持葬礼 但是她只会冷眼旁观 西门庆不得不亲力亲为 西门庆请了画师 把李贫儿画下来 便于赌物私人 妻子骂道 成经古道 又描起来了 对于李贫儿的遭遇 潘金莲拍手称快 《红楼梦》里的贾府 红极一时 但是结局却很凄凉 贾珍坐上了一家之主的位置 但是她只知道享受 并没有思考如何经营家庭 因此导致家人各自怀着鬼胎 为了一己私利而活 有人说 没有吃过苦 就是最大的苦 在享受生活的途中 贾府走向了消亡 不管是贾府 还是西门庆的家庭 不缺钱 不缺情 但是缺了共情 因此 人与人之间有了裂痕 开启了勾心斗角的模式 通常管家的人 可以发现阳谋 不能发现阴谋 枕边人变心 手足反目 父母和儿女断交 这样的家庭 凭什么信心向荣呢 从小说回到现实 你会发现 不能好好说话的家人 逼逼皆是 一开口就是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吗 我以为你能理解我 但是对方却真的对你不理解 正如泰格尔说的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拥有共情力 是一生中最好的修行 主持人汪涵说过一个至家的观点 一个人时善待自己 两个人时善待对方 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你会发现 每个家人都不容易 都需要得到理解和帮助 当家人被我们忽视的时候 内心会特别难受 反过来看 只要你努力提升共情力 身边的人就会和你一起变好 想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你就明白了 第一 赚钱有多难 很多家庭穷困的时候很齐心 目标就是狠狠赚钱 当钱财有了 就开启了 保暖私淫欲的恶毒模式 开始互相嫌弃 甚至要从家里捞一笔 然后独立为王 赚钱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要一直记住 经历的苦 如果你的爱人在外赚钱 收入也不错 你不要洋洋得意 而是看到他的苦中 如果爱人收入很少 应该感觉到满足 不发出任何的抱怨 其二 病痛有多苦 一人生病 全家受苦 因此 谁都不希望家里有病人 但是病痛 却在每个家庭都存在 孩子感冒 老人得大病 是家常便饭 当孩子生病后 不愿意去上学 父母一准会生气 说 一点点苦怎么不行 这样的话 让孩子很伤心 老人生病了 你以为他们不坚强 或者得不到关照 会导致家庭失去孝道 其三 家务有多烦 女人在家 就是按几次开关 随便做一顿饭 哪有什么苦 这是很多男人的想法 男人们不知道 繁琐的家务活 称起了一个家庭的形象 带来了孩子的成绩 和老人的健康 家庭主妇的劳动 折算成保姆费 就是一笔大数字了 月薪两千 持续二十年 就是几十万了 当家务活 变成了大家热衷的事情 能够互相分担 家庭氛围就变好了 说说笑笑之中 带来了清静的环境 其四 自私源自哪 为什么有的家人会很自私 其根源不是人品变差了 而是他没有安全感 比方说 夫妻关系变差了 因此 妻子会想办法留私房钱 害怕被丈夫抛弃 有钱了 才能应付一个人的余生 还比方说 兄弟姐妹都盯着父母的财富 其根源是因为不团结 平时互帮互助 沟通太少了 曾国藩家书里写道 见得天下皆是坏人 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 看谁不顺眼 就站在谁的一方去理解 你会发现 家庭里根本就没有坏人 长此以往 你的言行举止 会变得很有亲和力 人人都有亲和力的家庭 会有向心力 因此 劲儿往一处是 欣欣向荣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有人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生活总会有犯错的时候 在不幸的家庭那里 总会选择一味的职责 挑剔 却不知道 家是讲爱的地方 情比理更重要 曾国藩的父亲叫曾林书 某次落榜后 曾国藩到父亲的好友那里 借了一百两银子 兴致勃勃地跑去买书 这是一笔巨款 相当于他家好几年的收入 怀着 清泽被骂个狗血淋头 重责家法伺候的心情 曾国藩回到家中 一向严厉的父亲知道后 心平气和地说 买书是好事 钱你不用担心 我们增加慢慢还 只是这书你既然买了 就一定要读完 这寥寥数语 让曾国藩倍感震惊 从此 历世无一日不读书 一个家最重要 最珍贵的 不是一时对错 而是体谅和包容 家和万事兴 家庭和睦 家人其心 其力断金 即便再贫困 也必能发家之父 总结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对于社会 你可以说一句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为什么在家里 却做不到呢 连家人都容不下的人 就不要谈什么格局 很大了 正所谓 一屋不扫 何以平天下 朋友小张 对刚刚退休的母亲说 妈 没事就去报个兴趣班 学点绘画技巧也不错 人生会高雅一些 话音未落 母亲就回对一句 都是半截身体入土的人了 还能学啥 小张愣住了 半天不说话 过了几天 母亲高兴地说 那个绘画老师真的不错 小张很快就释怀了 原来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只要不固执 关爱就会接踵而至 你爱我 我爱你 爱就成了两倍 何乐而不为难 与朋友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